DSE 2019 ICT 皮革运理MZ第19题 这题都是只有38%厚生 这题是不同的机器 例如SSD、Memory Cache和RAM Data Transfer Rate叫你排成Ascending Order 即是由小至大排列 即是由慢至快 由低速排到高速 Data Transfer Rate是资料传送的速度 留意到三样东西都是属于Electronic 即是都是电子方式去传送的Data 但是没有mechanical的 即是没有传统的硬碟 即是mechanical pass 所以基本上三个都是快 不过来提到哪个是最快 哪个是没那么快 我们可以看看它的Storage 究竟是属于Primary 还是Secondary 可以判断它的速度 Primary一定是快 比是Secondary 例如SSD是Secondary RAM是Primary 另外Memory Cache也是Primary 所以在这里比较 就是Secondary Primary 所以SSD一定是最慢的 这个是最慢 剩下两个Primary 它比较了 RAM快些 还是Memory Cache快些 我们知道Cache 这个字的意思 其实它代表了 High Speed Memory 高速储存的记忆体 说明High Speed Memory 比一般的Memory 即RAM更加高速 所以Cache一定是最快的 所以另一个答案 就会是1 最慢就是SSD 接着第二个就是RAM 3 最后2是最快 Memory Cache 我们顺带去选择Cache 究竟是做什么 其实就是 快速的记忆体 专利用来提升CPU Operation的速度 因为CPU 和RAM 这个是RAM 和RAM比较 CPU的做事的速度 是更快的 我都可以写过 最快 而RAM 都是快的 RAM 就是快 所以最最快和快 是有个落差 有时CPU做事太快 RAM不够快 就跟不到 跟不到CPU做事的速度 或者节奏 所以人们想想如何提升CPU做事的速度 不如在中间 放多些Memory Cache 一些高速记忆体 它不是最最快的 它是最快的 变成Cache做事的速度 跟CPU 不是双測得那么远 即是没有比RAM双測得那么远 所以CPU 当它要找些资料的时候 它先在Cache那里找 找得到 它就立即拿来做 在Cache找不到 才在RAM那里找 RAM因为更加慢 所以Cache通常的目的 是装住CPU 最常用的Data 就放在CacheMemory那里 CPU的效能就会大大提升 所以CacheMemory 就像我们书桌的桌面一样 我们最常用的工具 或者文具 就放在桌面 那些没那么常用的 书、字典 就放在书架里 RAM就是书架 比如CPU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想找东西的时候 在书桌里找 书桌都找不到 书到书架里找 所以Cache用途就是这样 但Cache的限制就比较贵一点 贵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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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和成本有关系 而RAM慢一点 但容量亦大一点 好了 到这里了 最后一题答案 就是A 你唯一路 我会做得到 你哪里了 我会做得到 是真的 你会做得到